一位大学情侣他们晚上到台北市大家河滨公园谈情说爱 没想到有四名歹徒一次看他们不顺眼 随手就拿起地上的木棍往男生的身上打 把男生打得头破血流 而现在这个恶匪简直是抽恋爱税 警方是偷过了监视器逮捕到这四个人 半夜乌七妈黑一辆轿车开进大家河滨公园 四名男子在车上不久之后车子快速逃离现场 原来是打伤人赶快逃逸 当时这对情侣呢就是坐在旁边看坛上聊天 没想到四名黑衣人看到他们之后呢 随手拿起地上木棒就从他们身上打过去 草地上血迹斑斑 又来行凶的木棍断裂只剩一半 就知道当时下手力道有多重 凌晨两点半一对小情侣到大家河滨公园谈情说爱 竟然被歹徒盯上 一次看情侣不顺眼 四名歹徒拿木棍狂殴男生 连续打断三个木棍才罢休 更抢走女生手机皮包才逃走 发现这对情侣的时候 是直接跟这对情侣讲说 你们很嚣张 然后就直接殴打这个男性的被害人 逮徒穿黑衣服戴口罩蒙面 随机犯案 警方通过监视器画面 以车追人 逮到四名嫌犯 分别才只有19到22岁 晚上来这边运动的话 如果遇到这种不好的人 当然我们会非常非常担心 四名年轻人为了好玩 抄木棒把人打到头破血流 冲情侣恋爱税 让到河滨公园活动的民众 人心惶惶 中新闻杨中盛杨龙 台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杨龙